那这把当中YTG是否会将这两英雄放出来 还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现在来说的话呢 他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是绊掉了不知火舞 还绊掉了一个花木兰 还有一个是 但是不管绊掉什么 你为什么绊掉花木兰之后 其实把老父子这个点放出来 像昨天说的一样 不能说放出来就不行 就打不了 但是其实更理智的做法 就是把他直接给抢掉 对 确实他一选拿掉一个 高级零化确认男手 好的 下面进入AS先隔 对于YTG的第二场比赛 AS先隔蓝色方1比0领先 这是我们常会赛的第70场比赛 是的 那这场比赛的一个半选 对于YTG来说至关重要了 能否好好的去把控一下 上场比赛当中的话呢 赵云也是没有登场 就是YTG的夏天 在使用赵云方面 有兴趣 就是使用很多的 不放 还是针对不了这老父子 先把他搬了 而这方面的老父子 有一点跳出三阶外 不在五行中的感觉 这个打法特别的跳脱 以言成仙了 对 就是你没办法去 不能说没法限制 就是你不好去管他 太麻烦了 我倒觉得他这个二技能 在目前来说 他的一个综合 就是一个性价比太高了 第一个加移动速度加40% C的其短 对 CD短不说 加移动速度40% 再一个增加免伤70% 这免伤的数值太高了 太高了 然后再加一个被动 他打人如果说积满了五层之后 还增加移动速度 关键点在于他的训诫值 真实障碍是没有CD的 是的 你说哪怕打空了 再打五下就又有了 他不会说是这个 进入这个状态之后 有一段时间有CD 他并没有 说白了这个英雄能跑得快 同时还有硬的输出 没错 今天是仙哥今天扳掉了花木兰 也针对上单 同样的WC这边不放你的一个 你不放我Lucifer的关羽 我也不能放你吴恒的关羽 都受不了 吴恒的关羽昨天也是又展示了一波 确实我昨天刚说完 我说这吴恒他怎么办怎么推 打到高级从泉水里往处推吗 不能 对吧 吴恒是 不从里面往外 给从外面往里推 是 把人推开之后 给队友制造一个推打数据 是 这个人的关羽也是能打出花来的 目前来说 有说整个联盟里面的几大关羽吗 五大关羽 上上有俩 是 是 吴恒跟Lucifer 两个关羽都没上场 其实挺可惜的 常规搬上单了 上单搬掉了四个 上单现在还有一个杨简 我觉得 这边YTG Lucifer是不是会选择搬掉一个杨简 这杨简来说的话 你不搬的话对面就会拿掉 其实这已经没搬了 哎呦 那这样的话 吴恒我觉得拿掉一个杨简没有问题 本身自己很擅长这个英雄 再一个又放出来了 你不拿对不起自己吧 但是当我们总觉得没问题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 是吧 我刚刚说其实我们看不懂 教练 就是拿了一手杨简 也是正常拿 所以你不要跟版本过不去 对 但有时候是会 隔杯时候跟版本过不去的 不讲道理 这样的话把杨简拿掉 YTG这边上单的话 我觉得优选应该是刘邦 刘邦现在一个整体性价比 要比能上这边高 再一个来说的话 现在诸葛亮也在场上 我们看YTG这边 是否会拿掉诸葛亮 鱼姬 YTG鱼姬也在 是 对于这种爱打架的队伍 确实鱼姬是一个很好的射手选择 但是IMP这边 其实他的一个马可波罗 也是相对比较可以的 不过鱼姬一般会优强 但是马可波罗不太会 看一下 现在来说的话 YTG在沉思 上单不动 还有达摩也在 其实我倒觉得 拿掉一个达摩加上诸葛亮会更好 我觉得可能诸葛亮加鱼姬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 其实要拿一些快节奏的点 不能把前击场人给了 一手直接出上单了 拿刘邦 刘邦这个英雄的话 在目前来说的话 上单里边 只能说处一个中游位置 但是他们还真的就是 担心仙格这边 再拿刘邦当上单 两肩打一个野区 因为刘邦是这样的 刘邦他跟一个 纯粹平行雄配合起来 效果一般 他不像之前是救人的 他现在是免伤配合一些 半肉战士特别强 是的 这边二群是拿掉了一个达摩 但是现在仙格这边要考虑一下了 目前来说的话 中单位置可以去拿一下 因为目前来说 YT这边没有拿中单 那么在中单位置你先拿的话 这边就可能要进行一个应对 神单这边那个中单英雄池 其实相对还是可以的 把坑丢给对面 拿到一个高剑离 这一下YT这边 可能要把不知火舞给你拿掉 或者拿一个 其实中单位无所谓 其实仙格这边很有可能 又搞一下昨天那些事情出来 再拿一个不知火舞打中单 有可能今天会再上一次蔡文基哦 不好意思吧 以这个韩叶教练的思想 因为有张飞在的话 再上蔡文基难受 这边果然YT也是必须 得把不知火舞拿了 因为你不确定仙格 是不是要拿不知火舞 这一手很难受 这就是为什么有套路比较强的点 如果是一支平常队伍 他没有套路的话 拿了高剑离 对面不会担心的 你现在拿我针对你就好了 但是仙格因为他用过一次这样的阵容 YT这边必须要防备着这一手 无论他用不用 我倒觉得鲁班7号可能会上场 以韩叶教练的这个性格来看 天知道 鲁班7号配上高剑离 我觉得韩叶是经常使用这一套的 没错 韩信啊 韩信拿出来 而且是双发阵容 这个阵容 有点过分啊 是 韩信在目前来说的版本当中 已经是处于一个极端危险的地位了 没错 他要肉不肉 要输出的话呢 又比较疲软 这下夏天这一手就是冲着韩信跟高剑离张飞三个点去 你来啊 你来我就按定你 你跳啊 你韩信跳啊 是的 跳不动了 对吧 跳 韩信现在来说的话确实比较尴尬了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当中的话 到底韩信这一名选手该怎样去处理 先来看双方的阵容 就仙哥这个阵容 我觉得念着都有点少 是 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容 说实话 这个赛季到现在 没错 先和阵容是杨简 高剑离韩信张飞莫子 这边YTG是刘邦马可波罗 不知火舞加上东方太一以及达摩 我觉得韩业教练最近啊 可能是这个睡眠质量比较好 所以各种灵光一闪 各种思路闪现 各种看不懂的惊喜出现 不过也教于他们这个 第一局取得了一局胜利嘛 有了胜利的资本之后 后面可以更多的长期讨论 是 其实本总的来说这个阵容啊 真说他特别奇怪 也不至于 因为我们看一下 依旧是中单的莫子 上单的杨简 跟昨天一样的 高剑离另一条边路抗压 辅助张飞游走 其实本身这都没问题 但是当偏偏配上了一个 打野韩信之后 你就感觉这个阵容很 不常规 我是觉得让神男这个莫子 消耗一波之后 然后杨简再进场 高剑离再第三进场 是这样打的 而且韩信这个点应该是去分带 没错 但是以目前来说的话 韩信分带的优势并不明显 我觉得他是参团的 他不分带 分带还是无痕 是吧 这一手韩信应该是负责 补伤害和接控制 韩信目前来说 他的分带效果是没有 很多英雄强的 包括老夫子 包括哪吒 包括刘邦 其实对于韩信来说 这个就跟英雄没关系 因为在先隔的队伍里 有无痕在的时候 不可能让别人去分带 那打团的话 其实这边韩信 只有一个前中期优势 一旦是经济上打不开 那其实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个很废的意思 但是YTG有一个 不太好的点这个阵容 缺控制 而且他缺输出 我们仔细看他们的输出 基本上这一条YTG 如果这边硬幅跟小Z 两个人打不出一个 65%左右的时候 我觉得都不够 刘邦本身输出 没什么输出的 东方太一前期还好 一旦过了中期就非常疲软 加一个达摩 到中后期 更多是作为控制来使用 所以说基本上 中单位跟射手位 这一场硬幅跟小Z 两个人的一个输出压力 特别大 而且我感觉 YTG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会给仙格这边 前期野区带来一个 非常大的压力 我不一定觉得 我不一定觉得 这个仙格这边野区 前天能扛得住 是的 你包括东方太一 一个人脚三个 还有达摩 再包括不知火舞 这种英雄 在你野区逛的话 你怎么办 没错 双方今天都不是一个 绝对型的常规打法 是 不大好应对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具体对战情况 是的 这边的话呢 这边仙格带了三个闪现 一个加血 而YTG带了四个闪现 其实鱼语的打野 昨天给我留下的 唯一的印象就是一个词 果断 他的赵云大招 我觉得真的是 跟夏天这边差不多了 是真的果断地扎到你 怀疑人生 是 好 下面进入 AS仙格这阵 YTGBO3的第二场比赛 蓝色方 AS仙格 1比0领先 红色方 YTG暂时落后 好 我们结束 1比9 我们结束昨天 接下这里的话两个英雄啊 一个圣僧 是的 一个 龙吧 一个 龙吧 这个龙的话也来开始 在对面的野蛇角团了 你知道这个达摩跟东皇太医 站在一起给了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就是伐海跟白娘子 是 对 缺一个许仙 男版的 男版的 对 感觉一个和尚跟一条蛇的感觉 下次来个李白就可以当许仙了 对 这阵容组合 对吧 直接反野啊 这一手的话也是 让达摩单吃了不少经济 那次把这个上单抗的 那其实应该还是比较好强的 有东皇太医在的话呢 这边仙格对于前期野蛇作战能力 是不大方形的 东皇太医前期在野蛇中 凑率高到了似乎其他 是 来两个我不虚 来三个我甚至都不太虚 就我正面给你钢 这里的话 鱼也是吃到了野蛇的一个经济 打到了三级 羽球的话是用肉体去挡扇 避免不致火舞的扇子 如果不小心的话 把这野怪抢回去 是 那前期一个小野怪对于整个局势的作用就非常大 是 这样的话下路 红buff也是让给了鱼 没错 非常非常强势 鱼这边肯定是速四 我倒非常期待这个鱼来一次红色的海盗 是吧 是 其实我个人玩韩兴是比较喜欢出全攻速的 我觉得在比赛里面别后悔 比赛里攻速的海盗还是有点突破大 是 因为确实韩兴有一个特点 极大特点 就是脆 太脆 看抓到夏天 没错 这伤害有点不够 确实在神男这边装备没有起来的情况下 单杀人不大可 没错 其实九天这一个打韩兴非常多的玩家 对他有了解的都知道 所以你对这版本的韩兴到底怎么看 这韩兴现在的版本当中 位置很尴尬 怎么说呢 他第一个非常吃红蓝buff 他是一个 比如说伤害靠buff来打 然后逃跑也靠buff来跑 没错 这边先说完来打一下这个暴君 但是暴君双方似乎都不想放 你这边一个二级的 东方太义先走 死他 还是韩兴拿掉 但是马可多罗进场开大 转了起来 这边龙坑非常关键 高线李吉波收拾爆发 进场直接赶走 还好 李吉波死人不是很多 就倒两个 是 这样的话仙格在前区 占据的优势野区又是被韩兴入侵 是 这样的话蓝buff一拿 其实对于韩兴来说非常占便宜 没错 他继续说到一下就是韩兴这个英雄 他前期非常吃资源 一旦是红蓝buff一直让给他的话 他能够带进场比的节奏 但是他只要死亡一次 没错 就只要死亡一次就没得打 是 真的 夏天这边一气囊进草 发现不止一个人 是三个人在 我还是把这个红buff拿了回来 看现在的话韩兴的节奏还算比较好 目前来说等级处于一个全场领先 对 韩兴有这样的一个点 他优势局在什么局势都能打 逆风局什么局势都打不了 是 这种感觉在我们排位当中 比赛的话当然是不一样 是的 这个英雄确实也比较吃队友 那以他现在来说的话呢 他想单杀一个人 除非是有经济优势 在同等经济的情况下 除非是有队友支援 不然的话他很难杀掉人 我觉得他如果打了些半肉的战士 领先一千经济不太够 是 一定要一个大剑 甚至两个大剑才能反杀掉 是 但是他的一个优势在哪儿呢 第一个很灵活 第二个他的支援能力非常强 没错 在团战打的时候呢 他能够快速地支援战场 同时他的倾线能力很到位 一旦是几方的兵线不好的情况下 他可以迅速地清掉兵线 再来支援 还有一点的就不得不说 如果是一个优势局的话 韩信对于野区的一个保护能力 和对敌方野区的入侵作战能力 是所有打野当中可以排到前列 是 因为毕竟他如果打不死的话 也抓不住 而且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 韩信这个英雄 还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 他能够打乱对面的心态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比方说你抓我 我残血的时候跑掉了 其实很气啊 对吧 他是一个心理大魔导师 是 那也是不在韩信这样多纠结 在最后一点 就是给大家说一道韩信的名文 也是要给接见好 先看这位直接吼到 是直接吼完以后 也是来不及到队友 剩下了一个张飞的人群当中 挣扎着 究竟有什么办法 是 那其实中路这波团战的话呢 也是让YTG稍微占得了一点点便宜 没错 也是给一个完美的句号 韩信就跟你说 名文的话 给大家推荐的是 16%暴击率 64点物理穿透 16的吸血 就是夺翠 鹰眼 以及 尼下有点懵 叫什么 破源 对 破源 尼下有点懵 是 英雄现在来说的话 符文这个名文的选择非常多 看下这个位置 野局 Andy一马当先 但是成鬼这边 有点骚啊 因为知道队友在 跨着 鱼这边被粘住一圈摸了 但是没上墙 那危险 如果张飞没大招 宇琼应该走不了 高检一圈不敢开大镜场 成鬼开浪 打到两个人 在这边闪现脱离战场 刘邦大招 给到了硬朴的一个马可波罗 直接传身 传咬成鬼 这秒掉之后 看一下 莫子和韩信进场之后 莫子是一个大招 大住了三个人 是的 而且切死了马可波罗 杨简那位一个血量 非常之完美 武汉这边进场的时候 是满血的 这里的话 Lucifer也没办法 能交代 刚刚这波团战 我们发现一个很细节的一点 就在哪里了 莫子和韩信 都在草丛里面 等了很长时间 没错 等到技能全部交代之后 他们俩才上场 韩信拿到三杀 这个就厉害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又有一个经济游戏 又有等次出现的情况下 这一波的话 仙格大赚一笔 没错 但是就是仙格这个阵容 上高地其实比较难 我觉得 因为我们知道 韩信有一种情况就是 刷了一万年的经济 就拖到对方六神庄了 还没上哪高地 是 六神庄的韩信就超级 而仙格这边主要 他是没有一个射手在的 没有射手在的话 高地永远都是一个卡 这个特别难做 要把经济打得比较高 但是目前来说 虽然说仙格对野区 进行了一定的侵占 但是YT这边的野区 其实没有完全沦陷 还是摆定的经济收了回 是 那目前来说的话呢 这边下路又抓到Lucifer 一个大招吼开 但是 Lucifer这边是出了抵抗之靴 所以他的被控制时间很短 关键是只能害大招 没错 直接被吼飞之后 看一下 果然是抵抗之靴 被控制时间很短 一被吼飞瞬间解掉 瞬间的话 控制效果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直接走 而且关键是 他只能害大招的话 有一个免伤效果 想强杀他 其实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 没错 我们这一波张飞 其实是没有大招的 但是Lucifer这边是有 和YT就选了太多 这条暴凸的话 仙格拿掉没什么问题 还是谁 有了 底分目前在六分半 是5比4 但是经济方面的话呢 仙格领先了3000 没错 武恒这边经济非常 然后马枪做出他的冰痕之卧 闪现 但是差了一点点距离 没咬到 是 没有定到 这个距离如果 但是如果刚才信 我觉得没听到是件好事 定到了你其实也杀不掉 定到了刚才马可波罗 印度这边没有护士 是 他现在打了两个冰症 他有的 如果刚才定到打不掉的话 伍衡会反打的 是 杀害也是一冰症的 却被反杀 武恒这里还没有死 这一波的话又咬到了 我估计要上啊 闪现大招 武恒手要标记 再标上去 再一炮定住 马可波罗这边 应该是高净离进场 神蓝这一场的技能很神啊 就有 又是一炮带走 而且是他的最后一次蓝 这一炮不中 就打不出下一发了 是 他的每次都是大招闪现直接用 其实给大家推荐的 也是大招闪现 不建议闪现大招 闪现大招有时候 会慢 对 会慢一点点 大招闪现的话 其实要更快一次 这一波的话 莫子和杨检的一个配合 简直神 是 莫子是闪现大招 是控到了对面两个人之后 杨检当时 对面脑袋上是有个标记的 果断飘过去之后 收掉人头 然后再撤 是 这样一个组合的话 确实让YTG特别难受 主要还是前期的一个优势啊 都被先隔拿到了 是 韩西面对你 其他的人根本不怂 非常不得劲 韩西这边其实现在单挑不太虚 现在这几个点单挑比较强的 现在首先是杨检 韩西这边因为经济也是比较领先的嘛 下一件装备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要做 对 他的一个整体是走输出桩的 是 单挑能力非常之强 现在的话 YTT整个局势非常不利 而且鱼鱼这边拉的平均等级三级 是 他的一个等级又是落后太多了 韩西也吃等级 对面十级以上 韩西的话吃等级 因为他的一个技能也是越高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机动性就越强 是 现在看不知火舞的一个发表 我现在 我现在觉得YTT这边唯一能够打输出的 只有不知火舞了 马可波罗现在来说发育太慢 而且没有一个红BUB 这边一波韩西掉起三个人 是的 但是瞬间被定住 这里高电离进场开大 张飞吼区一个大招 吼回了 夏天 9 神男跟上一炮 这边一伤害打得比较 大招才急 大招开始不够 莫子这边神男再开一个大招控住 但是YTT这边直接转身反扑了一波 结果是YTT的一个反打机会 是的 看这个位置狗没有中 可能能打到 但是没想到输出不太够 要看不知火舞 吼亨这边想找一个咬人 马可波罗也是进场赶到 身上是有红BUB的 这边吼亨很危险 还是被带走 是 其实这一场的话是 洛西可这边的一个刘邦版 我的技能吃个干净 但的话其实包括 就是 就是IMP这边 因为他不敢上场 不敢进场 他现在输出的装备 不是特别好 我们看到IMP现在 应该其实做出个漠视 没错 这条主宰其实危险 我们看韩星的位置 这个血量 你不一定吃得住 YTT全是残血 韩星一场 没办法 这样的话 一换一 一换二 比较 能够接受 能接受 能接受 因为主宰毕竟回来了 是 能接受的 这个主宰换两个人命 不得不说 我们真的 先隔的观众们 你们真的是太感人了 真的你们这个 一声尖叫 都让我刚才以为我看错了 是不是主宰被抢了 我发现其实没抢到 是 对 现在的话 对于YTT来说 拿掉一条主宰的话 可以重复将比赛 拖到十几分钟以后 这个蓝板斧 其实我感觉YTT今天不想放 因为技能交的差不多了 但是队友的话有点远 主要不出口5不在 所以主播不能打 不然的话应该要少 对 现在经济已经是慢慢拉了回来 拉到了将近3000左右的差距 是 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多的 没错 主宰先锋这个点 要拖延一段的时间 先隔这边必须要清掉这些龙 暴君现在刷新 而且暴君现在是黑暴君了 没错 但其实比较好的就是YTT 通过一条主宰整齐 首先把等级拉回来 平均落后两击 平均落后两击 平均落后两击是什么概念 真的差的太多了 现在的话基本上拉回来了等级 经济上差的3000 但是不是一个不可能 可以接受的点 嗯 现在主宰先锋到了 这个塔倒是一座没破 尤其我们知道为什么 在十几组的时候 差两三击等级 比在前面更吓人 这个时候差等级 因为的是有没有三击大招的去 你看这边无痕又被单抓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哎 露西夫一下刻上 是 这个话 无痕被单抓 你看这个鱼 这边是大小无痕 应该要撤了 是的 支援比较及时 还主要还是有这个主宰先锋的一个拖延 没错 我们要记得韩信在上个赛季出场意味着什么 尤其信的话意味着后期很稳健 因为拖时间方面他非常强 而且这个鱼我感觉深得无痕的真传 是 真的就是草丛就是我的家 住在草丛里我是不走的 我草丛里把你草吃干净 是吧 现在的话呢 这边硬补要被迫拿下自己的红buff 没有这个buff的话 他现在伤害根本打不出来 没错 韩信在偷这个黑暗暴君 是的 确实不得不说 鱼鱼的一个长相风格还是比较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奶油小生了 看看这个位置 又开团 弱弱的 伤害 是感觉 华木子一发打得不错 又是一个闪现空的比较不错 但是这边刘邦大招给的很完美 张飞吼了大招 这边能不能打起来 硬补装备还可以 宝君谁的 看一下黑暗暴君好像是YTG的 对YTG拿到了 那么这样硬补的输出很好 是 这边继续追 鱼鱼能不能追到鲁紫尾尔 应该有一波条 但伤害比较不够 这个一换三 这里的话 变成了二换三了 还是单杀掉了一个张飞 那下路就不高 下路就不一 没兵线抢拆有点过分 能不能把这个炮车零死换掉 差一死 这边很危险 马可波罗赶紧回家一下 是 只能说Lucifer这边尽力了 但是缘分引到 无痕这里非常凶 回血效果太惊人了 没错 鱼鱼在上 你有没有感觉 这是场上两个无痕在打 是 对 这就是 鱼鱼长得跟小羽是一个风格 是 但你什么好不学 你学无痕 就是干 是 无痕发起了进攻节奏 鱼鱼不甘示弱 对 就是不是说 无痕这个打法不好 对 无痕这个打法绝对是很强的 但是他就是那种 能把你烦死的打法 我有气势 是 你在场上一个无痕的时候 对面就已经很心烦气躁了 两个无痕是什么感觉 无痕其实这边差点抓到 又差一点点 如果说这波留住的话 节奏又要往YT这边倾倒 不过Lucifer这边真的是已经近人事 听天命的时候缘分差一点 那高一塔差一点就守住了 这点咬中的话 没有人能跟伤害 拿一个红buff 是 但是这里也不是红武 可以 这个要挑到的话 鱼鱼就被一波带到 但是杨简 杨简这边晕到了三个人 进场直接被达摩依一拳吹飞 但杨菲这边是没有大招的 没错 看又是一炮留住了ending 只能后撤 无痕还在追啊 二级的CT好转 打一波这一炮没中 中的蓝迪奥斯佛玉在跟上 交代了 我的天哪 狗又咬到了马可波罗 AV这边很威胁 持了又一炮 哎呦 极限的小兵 小兵今天生日快了 这里中路的兵线已经就位 能杀掉Lucifer吗 对我一炮 无痕继续跟上这波的话 水晶 能不能手架绝掉了非常多 达摩依全打得还不错 轰出了水晶的范围 还好兵线是被清掉的 水晶玉这边出了无尽战刃 上来太高了 是韩兴继续接 直接两刀秒掉硬破 这个打法简直是 不讲道理 兵线还有一点时间 还好是兵线没到 这感觉就是 倩格这边感觉很赶时间你知道吗 是 所以他们赶气这样的 时间很紧过不去赶紧打 看看这里马可波罗 再不打憋不住了 再上 但预期波要被塔打死 这个大招不用咬他也死了 马可波罗还有19秒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一波有可能啊 兵线已经就位 ending在这边 拖住了一个超级别 但是没办法 恭喜仙格 2比0 我觉得这个战术可以叫双骨痕战术 是 厉害了 好 好 感谢观看